所謂嚴厲的制裁 並不是唯一能夠解決酒駕的問題 還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法務部會就我們主管的刑法 相關的法律範圍內 我們會快速的來提出解決的方法 另外像酒精索拉還有沒收的 我們也會具體的建議 另外也會跟相關的主管部會 在密切的聯繫 希望能夠全面性的解決這個酒駕的問題 85條之三的第二項的部分 就是酒駕制人與死 跟制人與重傷的這個部分 在修法之前 酒駕制人與死 原本的行度是3年到10年 那麼修法之後 我們把行度調整為5年到12年 最主要是回應社會 對於目前酒駕制人與死 跟制人與傷 這樣的一個行度 認為還過輕 另外還不足以發生 發揮這樣一個嚇阻的效果 所以我們把它調高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新增的一個 條文的項目是在第三項 也就是如果之前 曾經因為酒駕犯罪 那他再次酒駕 結果造勢 制人與死 那麼他的行度就非常的高 等同是刑法 271條殺人罪的行度 是10年以上 無期徒刑跟死刑 目前這個草案的行度 來講在世界各國裡面 算是比較高的行度 那一般國家是 對於女生記得的話 一般國家 因為每個國家的一個行度 他們不一樣 那但是 比如說像我剛才舉這個 加州瓦森這個案子 來講的話 他就是 之前他曾經是酒駕的 酒駕的一個記錄者 然後呢 他再次的這個酒駕 然後制人與死 在美國他們把他當作二級謀殺 來起訴 他的最終也是到無期徒刑